字幕提供 今天主要想要來分享的主題是 那些軟體品質之間的量子糾纏 首先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燕真 是KKBOX的軟體測試工程師 主要負責是 iOS自動化測試開發與維護 還有使用者行為數據埋設的定義 首先呢 我們先來分享這張可能很多 業界人看到的就是 內心的痛 今天你可能會想要做一個軟體 然後你就想說我軟體 我想做一隻貓 於是你畫了一張藍圖 那你畫完藍圖之後 你就會想說我要怎麼去做它 那你可能就想說 我尾巴我想要做 我要花80%的力氣去做它 然後預計可能我肚子 只會花一點點的力氣 就2%的力氣去做它 好 最後呢 你做出了一個東西了 結果我這隻貓只有前腳沒有後腳 好 所以你最後你在BETA測試之後呢 你修正了這個問題 它長出了後腳 但它前腳又消失了 好 然後它消失了之後呢 有可能這個軟體出去了 然後我們在宣傳的時候 不知道哪裡出了錯誤 我們就宣傳號稱說 我們這隻不是貓咪 我們這隻是超威猛的老虎 然後到底用戶想要是什麼呢 可能是一個問號 好 然後最後呢 因為你在BETA測試的時候發現 欸 我前腳我消失了 好 我把前腳抖起來了 結果在經過了兩次的迭代之後呢 你的前腳和後腳也長出來 結果貓咪的背上也長出了一隻手 然後鼻子也長出變成了大象的鼻子 然後你要說服你自己說 我依然還是愛這個軟體 它很棒 好 那我們再重新再把這個路程再縮短一點 首先呢 你可能會想說 你不知道用戶想要什麼 於是呢 你設計出了一隻貓咪 想說 好 那我們就畫一隻貓咪給用戶 最後你做出來了 你出去的東西可能是只有後腳的 然後經過好幾次的迭代之後呢 它就變成了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的神奇生物這樣 那就想說 嗨呀 到底是 Uncle Roger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於是呢 我們就發現一件事 在微觀的量子地學世界裡面呢 軟體與品質達到了百分之百的重複 最後呢 它們是一個緊密糾纏的關係 所以我們正稱之為量子糾纏這樣 好 其實沒有 我只是想要跟這次的主題有點呼應 好 所以再講回來 到底為什麼它會從一隻我想要做的一隻貓咪 結果最後變成這隻奇怪的生物呢 然後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想要去阻止這場悲劇的發生 好 那接下來就要 我會用這個軟體開發常見的 Build Major Learn的這個循環 去一一解析說 軟體品質的量子修長去把它解開這樣 好 首先呢 我們先從建構開始 好 然後在建構的流程之前呢 我們必須要先知道一件事 就是越晚發現的bug bug就會長越大 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可能你在剛開始在做架構的時候 你還沒真正實做的時候 如果你就發現了這個bug 那你修正就越容易 原因很簡單嘛 因為沒有重工 我還沒做 那我修起來就容易 但一旦這東西經過了設計 開發 然後測試 最後到release出去 那你最後到了release的時候 才發現這個問題的話 那問題就會變得非常難修 因為你有可能你修正 你又要再經過測試 或者是你甚至要從設計裡面 重新再來一遍 好 那首先呢 我們要先講 就是為了避免我們這個bug 長到這麼大才發現 那我們可以做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呢 就是透過test review去做 然後這東西呢 是拿來幹嘛呢 它主要是讓我們在規格定定的時候呢 就能去在一個團隊內所有人 都在的會議當中 然後去確認 透過規格實力化的方式 去確認我們所有人的任職 都在同一個線上 那才不會導致說 那個產品經理可能想要做的是A 結果開發人員把它做成B 然後測試人員可能又想說 不是這樣吧 那你們有沒有處理另外一個狀況 結果又在那邊一來一往這樣 然後避免這個狀況發生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會議 然後去一一去調列一些情境 去避免說我們認知上的落差 好 剛剛講到說透過規格實力化的方式 可以去避免這些 就是去列出一些情境嘛 那實際上它到底是怎麼運作呢 我們這邊就先舉個例子 一個 我可能有一個初步的規格 叫做歌曲播放五秒後 按上一首會回到歌曲開頭 那我可能把它實力化之後 就可以調列成四條 那我可能就會有一個說 第一步那我就是去播放一首歌曲 叫做I'm OK 然後第二步呢 我可能等到它播到了五秒的時候呢 我去按上一首 然後它就會從 這首歌就會從0000開始播放 那透過這個條列式的東西 其實它很簡單 也很容易做 但你只要一做到之後 你就會發現原來我的規格這麼模糊 那就可以透過這個實力化呢 去一一的剖析 它就更容易有一個初步的畫面出來 好 那剛剛講到說Test Review 那我們在Test Review的時候 除了列出這些條列出這些情境之外呢 我們也會去有一個驗收標準 這驗收標準呢 是透過產品經理去訂定的 我們就是 這個驗收標準到底是什麼呢 可能會是一個 產品經理開出來的規格 那絕對不能失敗的一些 比較重要的情境 那像在這個歌曲播放五秒之後 按上一首會回到歌曲開頭 那它的驗收標準可能就會是 我如果播到一秒我按上一首 那應該要到上一首 那如果我播五秒按上一首 應該要回到從頭開始播 那剛剛規格完整的訂完 就是比較沒有落差的訂完 訂完之後呢 可能就會開工了 那開工的時候呢 我們會透過架構review這件事情去做出 就是去跟我們的開發團隊 去做一些架構上面的確認 那其實它不一定會是一個正式的會議 還有可能是一個臨時就是 我想要做成這樣 那我們就大家所有團隊的人 可能就圍過去你的螢幕 然後去看說 我做成這樣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其實可能就是一個臨時 比較小型的這種 在辦公桌上面就開始的討論 那透過這些討論呢 你也可以去確認說 你的初步思考有沒有一些漏洞 那可以簡單的去確認 驗證一些事情 那你接著你做完之後 你可能功能做完 你也不可能直接進主幹嘛 那一定會 我們一定會透過其他同仁的去做review 那除了一些 確認一些比較邊邊角角有去處理到細節之外 可能也可以去看到一些可讀性上面 是不是有沒有問題的 因為畢竟大部分的產品都不會是自己一個人做完嘛 那可讀性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也需要透過其他同事去做review 好 然後呢開發 開發 開發之後呢 也不能說開發之後 因為開發的同時呢 我們也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先講一下回歸測試這個東西好了 首先呢我們先看第一個 就是 我們在第一個版本出去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去出一個新功能 然後我們在第二個版本的時候 我們又再出了一個新功能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新功能 跟一個舊功能 然後就是每個版本都出一個新功能之後 你到了第六個版本 你就有了一個新功能 再加五個舊功能 然後呢 你可能會去針對新功能去做一些測試 那你能確保 你在測新功能的時候 或者你在實作新功能的時候 你不會去動到前面五個舊功能嗎 實際上你不敢保證對不對 所以你這時候就會想說 好那為了保險起見 我就全部都測 於是你測了一個新功能 你在第六個版本的時候 你測了一個新功能 再加五個舊版本的 這個叫做regression test 就是回歸測試 那這些其實都是成本 那難道你到了第100個版本的時候 你要去測99個regression test嗎 其實這件事有點不太合理對吧 所以呢我們就會透過自動化測試 這件事情去做處理 那所以我們在開發的時候呢 同時我們也會去做自動化測試 那自動化測試的範圍呢 主要其實是剛剛我們前面 test review那邊有提到的 產品經理就是開出來的驗收標準 這個是一定要做的 那我們至少就可以確保 每一個新的功能 它裡面的一些重要情境都有被滿足 那我第一版的時候 我可能只有兩條自動化測試 到了第六版我可能就有十幾條的測試 那就可以藉此 我們也不用再後續 可能只要花一些維護的成本 我們就不用再回頭 不斷的再做一些回歸測試 它主要是在節省這邊的成本 那我們也可以確保說 我們每一個發送出去的版本 都是有一定的品質保障 好 然後做完自動化測試之後呢 我們可能覺得 這個東西有一個初步的雛形的 那我們就會有一個demo的時間 主要是針對開發測試部門內部的 然後我們在裡面呢 可能就會有一些簡單的功能 我們這次做的功能是長的什麼樣子 那我們實際上在架構上面是 是怎麼去實作的 那在這邊的時候呢 我們會議比較多人 那就會有一些人會提問說 欸 這樣你這樣做的話 你的使用者流程是符合的嗎 其實實際上我可能不會這樣做 那或者是 你架構上這個東西 這樣做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另外一塊 都可以 我們都可以去 用一些不同的角度 去彌補掉這件事情 好 然後 我們部門內部demo完之後呢 接著就到了Dog Fooding了 Dog Fooding是什麼呢 其實講白點就是內側 不過其實業界比較常講 其實是Dog Fooding 就是所謂的自己的狗食 自己吃 是狗食喔 然後 主要就是我們會在內部 公司內部就去發布一個 開發版本 然後讓我們內部的同仁 有興趣的同仁去嘗試新的功能 確認 可能就可以看到一些 第一個就是可以幫忙測Bug 因為不是所有情境都可以被 在測試期間被Cover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留到使用者那邊 你沒想到使用者會這麼用 然後才會遇到 所以在這時候也可以被發現 另外就是我們可能設計上面的瑕疵 也可以在這個時候 某種程度上也會被發現到 好 好 那测 到了Dog Fooding內側也完成之後呢 接下來就到了 發布的時候了 那 KVAX不同於 一般的百分之百全部發布 我們是採取 階段性發布 那實際上它是怎麼運作的呢 這邊就舉個例子 有點苦 不過反正就是 如果說我們階段性發布 是以七天為一個週期的話 你就可以想像 你在第一天的時候 我發布了這個東西 然後我只發布了一趴 一趴的意思是什麼 我就是把我出版出去的東西 外面只有一趴的使用者 可以看得到這個東西 那就此就可以做一些 小規模的驗證 就是確認說 我們的東西是不是 用戶是OK的 那如果 好今天如果到了第三天 我開了5趴出去 突然發現 有用戶開始反應說 你們這樣做 有一些問題 或者是有一些Bug Crash之類的 不好的味道 跑出來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知道 好這個版本有問題 那95趴的人 我們也不要再露出去給別人了 我們就是 再把這個版本修正之後 再發布一版 然後我會簡稱這個叫做 在軟體品質的邊緣試探 就是你可能你會 在1趴的時候 腳伸出去一點點 然後到第三天的時候 你就把5趴 然後就伸到5趴的時候 然後突然就被打了一下 就說欸 使用者不喜歡 或者是使用者反應不好 然後他就會把腳再收回去一點點這樣 好 講完了建構部分 接下來就來講 量測的部分 Major 我們會透過幾個方式去量測 我們的品質的 品質的一些度量痕這樣 然後第一個呢 就是自動化測試的穩定度 電視其實很容易被忽略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提到穩定度這件事呢 其實很多時候你可能你們的產品有好多好多的測試 裡面可能有其中幾項失敗 但其實很多時候那些失敗都不是真的失敗 他可能只是一個script arrow 然後或者是網路因為當下不穩 或者是backend掛掉了 導致你們這邊測試失敗 所以你就還要在 譬如說這邊有7條測試 那7條失敗 那你就要再去驗證說 那7條到底是不是真的bug 那這件事其實是個功對吧 所以穩定度也是相對很重要一件事 實際上就是 cast越多越好 然後fail的最好都是bug 不是你的測試不穩定 然後下一個就是測試時場的部分 我們為什麼也會在意 自動化的測試時場要短這件事情 其實是因為 我們可能為了要快速走開 快速開發 我們要確定我們開發出來每一個版本的品質 都是有一定的水準的時候 那你就必須要 一天可能 譬如說你出個五六個版本好了 那你如果每一個自動化測試 被觸發的時候 都跑了三個小時 那你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然後我們還拿不到結果 這是不是我們想要嘛 所以我們想做的事情就是 壓縮 觀測我們自動化測試的市場 然後去壓縮 確保我們可以快速的回饋到 測試報告結果是可以快速回饋到 開發至於這一端的 然後像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觀測 基本上這種超標的就是有問題的這樣 然後講完了自動化測試的部分呢 另外呢就是還有我們 crash rate 就是 crash率的部分 那我們會透過 App Center 或者是 Firebase 回傳機制去收集追蹤 crash rate 然後如果 crash rate的量是瞬間暴增的話 是會有警報訊息的 那實際上它是怎麼運作的呢 我們先看下面這張圖 然後紅色的地方是我們的 crash rate 然後它的區間是有點小 但是它的區間就是一個小時一個小時這樣 然後基本上你的預期會是 它的 crash rate應該會是在一個區間裡面浮動的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看到 最後這個小時的時候它突然飆高了 那肯定有問題嘛 所以我們這邊就會說 欸飆高了然後馬上就會發現 然後就會說 欸你上一個小時11點到12點的時候 你iOS這個平台好像怪怪的喔 你是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就可以藉此去記錄一些 只有瞬間才會發生這種時間點 時間點其實我們就可以倒推回去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導致我們crash 我們就可以再更精確去做追蹤 而不是大海撈針 有一大堆的crash之後才倒回來走 那除了crash rate之外呢 我們也會去監控我們的出版時長 實際上越短越好嘛 我們不希望我們拖太久才出去 那如果測試開始到 測試結束的時間太長的話 那某種程度上就是意味著 我們可能軟體品質不好 所以導致我們要一而再再而散的重測 然後才能出去 又或者是我們中間可能 譬如說規格卡住啦 或者是實作的時間意外的長 那這也是一種畫的味道 就可以在這個 我們這個出版時長去驗證到這件事情 好那量測的地方講完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經驗學習的部分 那我們主要會透過軟體 K-BUG會透過軟體的這三大指標去量測我們所謂的軟體品質的level 然後第一個呢是用戶回饋 他可能在升級之後他會反應說 誒我有BUG 然後又或者是剛剛也有看到的那個crash rate 當然就是越低越好 好第三個就是商店的APP評分 你可能看到一個APP 它的評分是一顆星 你可能會降低你想下載的欲望 所以我們當然也希望越高越好 因為通常不會有人去給你五顆星 然後說誒你們的APP很爛誒這種 當然我們就是還是以評分為主這樣 好那剛剛講到的三大指標 我們就用這三大指標去湊成了一個 滿意指標周報這個東西 然後他會有 我們有做過正規化 然後這個東西呢 就可以某種程度上湊出了每一周 我們的分 這個該平台的分數大概是多少 那實際上我們不會跟 我們只會跟自己比 因為每一個平台生態不太亮 然後我們就會看說 譬如說在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平均可能都是 大概九分左右 那我就可以明顯的觀察到 那七月十一號這一天只有八分 那肯定怪怪的 那我們就會透過這個怪怪的東西 然後去找到一些去回推說 那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導致他只有八分 好 那剛剛其實前面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講到說 我主要還有負責使用者那個 就是LOG的埋設 埋設與定義 實際上就是用在這邊 我們會去做使用者的行為分析 去分析說他 像是這邊的話 就是分析既有功能 我們主要功能每個月使用量 到底多少分佈在哪邊這樣 那像這張圖我們就可以明顯看到 功能A跟功能C就是一個 使用比例相對多的功能 那他到底做好了什麼 大家使用他的誘因是什麼 那我們就藉此可以去做到 可能從其他的功能E功能F 就可以去效仿他這樣 那另外就是 那是不是有一些功能是 我們花了很大的行李去開發 結果卻沒有什麼人在用 那我們就會把眼睛看到功能D 就會想說 功能D是不是可以來加強一下 或許是直接下掉 又或者是改善他 那除了既有功能之外呢 我們也會去 去觀測新功能的使用量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 新功能的使用量推上去之後 當然是步步高升越好 那如果他的狀況是往下跌的話 那我們也可能 就可以馬上去觀測到說 不行 我們這樣改是不好的 那我們就會再回去說 再調整一版 然後再出去這樣 好 那剛剛講完了那一些 這些東西 比較像數據上面的學習之後 我們另外呢 還有所謂的Root Cause分析會議 這東西來幫助我們 改善軟體品質 那實際上會是什麼呢 我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說這棵樹 你就可以想像這棵樹 是一個軟體 然後這邊可能都是 我們預期這邊都會長出 枝幹都會長出樹葉 然後突然有一個枝幹 突然沒有樹葉了 這可能是一個bug 然後在這邊的話 在Root Cause這邊 我們叫做一個症狀 那今天它這邊沒有葉子 根本的原因可能是營養不良造成的 那你今天因為這個枝幹 而沒有了樹葉 然後你可能去對它做一些加強 譬如說你去做一些 對那個枝幹好的事情 然後讓它長出來了 但是你根本原因沒有去解掉 那實際上它可能下一次 還是會在其它枝幹 然後再發生營養不良的事情 一再一二再再的發生 那Root Cause分析會議就是 希望能夠遏止掉這個 頭痛一頭夾痛一腳的壞習慣 然後通常我們這個會議呢 會用在緊急出版的時候 因為通常這種都是 譬如說有一個嚴重的crash 或者是使用者不喜歡 那我們就要再倒回來說 到底我們這邊Root Cause 根本原因到底是什麼 發生了什麼狀況 這樣然後 但是其實也不一定是緊急出版 大部分雖然都是緊急出版的 但是我們可能也會去做一些 譬如說流程上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執行起來很卡 那我們要怎麼從根本去解決掉這個問題 好那講完了 剛剛那個Root Cause分析會議之後呢 下一個是團隊呢 我們會在週期內 就是透過回顧會議這東西 實際上你可能找Retrospective Meeting 會更多的資訊啦 反正就是回顧會議這東西呢 我們會 成員會在這個會議當中 去提出一些 我們在這個週期 發生的好的事情 和不好的事情 然後如果是好的事情的話 我們就會想說要繼續保持嘛 那如果是壞的事情的話 一樣我們可以透過剛剛講到的 如果是分析會議去做改善 去去追說我們一個一個問題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去跟那個追本的溯源 然後去一一即破 這樣 好然後最後再講到 總得簽證其實剛剛就是在講說 我們透過ViewMajorLang這個東西去做了一個 去守護我們的軟體品質 我們再recap了一下 我們建構的地方我們透過了 TestReview、架構Review 還有一些測試 包含了自動化測試跟內測 還有demo時間和階段性發布 去守護我們的軟體品質 那兩側部分呢 我們主要會有做幾件事 就是自動化測試的觀測 還有包含了開發的Crash 還有出版時差 然後在經驗學習的部分呢 我們透過了幾樣指標 第一個是軟體品質的 程式碼品質的指標 滿意指標軸表這個東西 還有比較像是產品層面的指標 就是使用者行為分析 去做這些學習 那除此之外呢 也有跟流程比較相關的 像是Rucos的分析會議跟回顧會議 好 然後最後呢還是要呼籲一下 就是愛他就不要讓他背上長出手說 你既然你今天想要做出 你的軟體想要做出一隻貓咪 那就要 除了開發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去下手 那不管是用任何方式 我們都希望我們不要做出一隻怪物 然後還要說服自己說 我很愛你 因為愛他 就應該要讓他長這個樣子 好 實際上剛剛講了這麼多啦 就是 就是我們有很多可以避免軟體品質變糟的狀況 但是其實我們還有 還在期待有更多種的方式可以去做防護網 那如果大家也有興趣想要加入我們的話 歡迎掃一下QR Code 測試開發部門正在找尋就是你 好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